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财 财是每一个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最关心的 说财是养命之源 财是这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好东西 在八字的系统当中 财还有很多特质的 而且真的是跟人的关系很大 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孩子 财代表你的父亲 你要是从小生活 它又代表你家庭的收入的情况 岁数大一点了之后 它可能变成了财是男女之间都需要的 男命克正财为妻 女命正偏财是养夫之源 也就是说你通常说八字里边 这个女人妄不妄夫 亦不亦夫 这个实际上是看的财 你哪怕是没有官杀星 但是你有财星也可以 但是只有官杀没有财星的话 他就说你的老公将来很可能 跟你之间的联系各方面 那这个融合度就差了很多 一个人赖以求生的生财之道 往往跟这个财的细节有关 那我们现在说几个细节 这个政财要是在木库当中存在着 那么这样的人的话 说这个也是可以致富小康 但是基本上靠着勤俭 节省来维系这个家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不像过去古代了 靠着节俭持家就能够说致富 或者是怎样 其实过去古代靠着勤俭持家 他也致不了富 所以政财在库地的喜欢什么呢 实际上是喜欢冲开这个库 把这个财为我所用 过分的节俭 那就相当于说 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个财运 是他太过于守财了 严重一点的话 我们就变成了守财奴 政财在库地的人又好收藏 又靠收敛很多东西 该扔的不扔 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他还愿意收着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父母辈都是从贫穷的时代 那个时代来的 这个五六十代 五六十年代 所以政财生库地 他往往代表着持茧 持家一生 但是这个政财锁木库里边 到了晚年 如果财还锁在这个木库里边 是很影响一个中晚年人的健康 政财要是不透干 一直在地支当中 但是他能够受生 政财受生肯定是时神 山官 所以政财在地支的人 我们一定要找大运流年 能够走到时商大运的时候 这个受生一生 他财运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好 但是政财在地支的人 仍然持这个勤俭 能燃节省 因为什么呢 财在地支里边的人 叫做我们叫做 有钱不遇人知 有钱藏起来 有钱这个在家里边这个买起来 在床底下拿着这个箱子锁起来 不花 不花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他偷偷摸摸的话呢 他也会有金钱 但是财在地支的人就一定是要走到大运流年 有时商生财的时候才可以 这个还有一种情况 就偏财透干 这个偏财在透干 透几个干上 这个时干月干年干 当然了 这个月干跟时干是贴身的 是贴着日主的日元 这个偏财透干的人 日常的花销大 我们通常说这人大手大脚 出趟门逛趟街 钱包里的钱就全都花干净了 甚至于现在社会呢 挺好 还可以刷卡 他一定要把卡刷到透支 或者怎样 为人慷慨 大方 这个所有的吃饭呀 干嘛呀 都是他抢着买单 这个从来不把钱财放在眼里 这就是偏财透干 偏财透干 如果说地支当中有根 或者是地支当中有十商生这个偏财 那么他是属于越花越有 我们说钱是用来花的 钱是用来流通的 钱出去了啊 能带回来啊 更多的钱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啊 活着这个很大方很慷慨的人 那这个他们有的本命里边一边花钱一边赚更多的钱啊 也就是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钱财流通周转 那怎么流通呢 现在我们的八字里边要有一个这个流通啊 这个循环啊 大运当中 这个走到偏财时商啊 整个运转起来的时候啊 这个大了之后呢 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花钱啊 如流水啊 大了之后呢 他很可能随手啊 再做一些投资啊 再买一些这个房产啊 地产啊 他还能赚钱 好吧 这个我们要学啊 这个八字里面实际上是偏财 偏财透干啊 但是呢 地支当中有根 大运当中呢 走到时商偏财运啊 这个人啊 应该是人生的赢家 人生的赢家的标准 不是你存了多少钱 而是你花了多少钱 好吧 谢谢大家